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周深因此成为了节目中最大亮点 作为年纪最小的导师 他是否能够真正承担起这份重责呢 直到节目初步之后 看到周深的表现我才明白了 他不仅仅是会唱歌 还是一位善意教导学员的导师 周深指导学员曹佐细节之外 创造营4当中 学员曹佐是一位备受网友关注的选手 在节目中以林俊杰金曲曹操参赛 在演唱结束之后 周围的学员都响起了掌声 然而导师反应却不相同 导师宁静直接说出了曹佐演唱方式的问题 首先提出了 他是一位会唱歌的选手 其次才道出了曹佐演唱方式的缺陷 音准不准 音准对于专业歌手来说是极为重要的基本功 这些人考验歌手对于乐旅的灵活运用 明星呢向来是性格直爽 这种指导方式不仅看出 他的高情上也能够很引起观众的好感 然而周深不同呀 在宁静指导结束之后 周深开始微笑点评 与许多的乐评人不同的是 周深并没有用专业的知识一语概括 反而是很细心的举例子 我觉得他很有可能是把唱歌当作跳舞来对待了 跳舞需要力度 而唱歌需要自由度 声大学员没听懂 周深现场演唱 歌声响起众人纷纷拍手 效果一目了然 周深不仅获得了学员的好感 更成为了一位负责任的导师 其实在节目的过程中可以看到 周深一直都以一种非常认真的态度 去听学员演唱 随后呢便能够用专业细心 非常细力的指导方式 给予学员帮助 直接似乎是细心度并不到位 尤其是一些流量歌手 有了周深的参与 无论是专业度还是亲和力 都很有希望能够让节目备受好评 好评度提升 节目好评度和导师专业度是密不可分的 创造影子官宣导师十一位 其中呢周深邓子奇 孙颜泽都是实力唱将 虽然其中加入了一些并不是职业歌手的明星 但整体阵容呢也是相当豪华了 其实殷宗也需要活跃气氛 只要拥有一定数量的专业导师 足以撑起场面而节目好评度回南 何况是周深邓子奇孙颜泽 不仅是实力派呀 粉丝更是活跃 在收视率上呢也有了一定的保证 英资的意义呢 更在于培养有天赋的新生代 因此导师人选呢 是显得更为重要的 周深等人的加入正是说明了 这是实力歌手兴起的时代 吃瓜不甜娱乐不断 感谢您关注 兵分娱乐秀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频道的话 请给出您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的同时 不要忘记了点亮 订阅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了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拜拜